大家好,欢迎来到相关正念生活禅 我们以轻松有料的生活故事 分享正念和生活禅的智慧世界 与您一起探索转化生命的奇迹 我是禅子 我是禅子 今天的主题是 什么是开悟 在上一集的节目中 我们分享了一位开悟者的修行故事 结果有听众朋友问 开悟是什么 静观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哦,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想了很久,还是有点不明白 后来看到圣医法师曾说过的话 终于有些懂了 太好了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看到的 法师说,物就是觉物 明白了一件事里的意思 比如,吃书的人常会从豆腐或豆浆中摄取蛋白质的养分 但是却不知道豆腐和豆腐和豆浆是有什么做成的 当他去问人家或看书了以后 知道了黄豆加水一起研磨以后就可以制造出豆浆 而豆浆再加一些石膏以后就可以制造出豆腐 这就是物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很接地气 深入浅出的就说明了物这个字的意思 确实,开悟的物质 如果我们查字典就会看到觉醒和明白的意思 这就好像我们一般的成语说的恍然大悟 这就表示一个人本来对一件事情想不通 但是后来茅瑟顿开,获兰开朗 明白了这个事理 我们就会说,他恍然大悟觉醒了 但是这个物质是不是有钱有身 有小物,也有大物的不同呢? 因为我以前看禅宗的公案故事的时候 有些禅室会说 它是累积了无数次的小物以后 才有最终一次的大物 因为每一个人的会跟不一样 有的人能一次就大物 像六祖会能禅师 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要累积很多次的体悟 才能够有彻底的大物 了解了 如果物是对一件事理的明白了物 那禅宗中体验到的开悟内容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禅宗后所体悟到和明白的内容 当然跟我们一般所明白的事理不一样 禅宗中所要体悟的道理 也是很多哲学家或思想家 会探讨的生命核心问题 对哪些核心的生命问题呢? 简单的说 是人的生命存在和运作的真相 比如生命是什么构成的 或者生从何来死往何处去 也或者是人为什么会有烦恼等等问题 这些确实是大问题 但是可能都不容易找到答案 也有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呢 是生命中的大问题没错 如果我们都只是依靠自己的想法和见诀 去推测这些问题 是有可能每个人答案都会不一样的 可是如果我们是透过深入禅修 开发自己的心智力量和智慧以后 才去研究观察和体悟到生命的运作实相 答案可能就会很类同 不同的只是体悟的深浅程度差别而已 这就好比是一位脑神经科学家 对观察人类心理 如果他有知识和经验 又有进步的科学仪器可以辅助 就可以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心理运作真相 但是对出入心理学习的学生而言 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观察 而人在观察和体悟生命实相上也一样 如果能够透过深入禅修 开发智慧的人 就可以比一般人所体悟到的 更深入还有更维系的生命实相 怪不得哲学家经由思考得到的答案 与禅师们透过禅修体正道的生命真理是不同的 不过禅子老师 哇 有一个问题耶 因为修行人要体悟的是生命中的核心问题 这些都很深 很难 是不是表示用来体悟这些生命真理的方法 也会是很难呢 可以说很难 但也可能并不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要回答人是有什么构成的 或生从何来 死往何处去这些问题 可以是很简单 也可以是很难的 这又怎么说呢 当我们问别人 人是什么构成的之后 可能有的人会很简单的说 人是由精神和物质两种元素所构成的 但是在佛教的生命教育中 他就会说出五种元素 他会说人是由肉体 感觉 思想 意志 和心事作用这五种有机元素所组合成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 人是有眼耳 鼻舌 身和意 这六种感官所构成的呢 当然可以 你刚才所说的六种感官 在佛教的生命教育或生命哲学中 称为六根 但是在佛教的生命教育中 不会只说人是由六根所构成的 而是会说 它是由十八戒所构成的 十八戒的戒是世界的戒 表示元素或种类 意思是构成人的生命 最少要有十八个要素 为什么会是十八戒 眼耳 鼻舌 身和意 六种感官 加上这六种感官分别感知到的物质 声音 气味 食物味道和心理的作用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 舍 身 香 味 触 罚等六种对象 不是只有十二种吗 另外六种是什么 佛教生命哲学和教育把生命构成的元素 分析得很详细 也很深入 因此除了你刚才所说的六种感官 以及这六种感官感知到的对象以外 还要再加上因为六种感官 接触到六种对象的时候 产生的六种了别和分辨的心事作用 例如就佛教的心理学而言 平常我们在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除了有眼睛能见的这种感官作用以外 也要有可以被看到的物品 更重要的是 还要有能分辨和了知 这个物品是什么的心事作用 才能够构成我们完整认知一个东西的过程 我们人不像是机器人 只能看到物品或听到声音 更重要的是 有辨别和了知的心事作用 所以人的构成是18种元素 而不是只有12种元素 真的是讲得很详细也很深入 一般人可能无法想得这么深呢 这确实不是一般人的思考所能够体悟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要体悟到这些生命实相和真理的时候 我们需要开发我们的心智力量 以及智慧的潜能才能够做到 这么说来 要体悟到我们生命的真相 是不是只有透过参就很难很深的事物 才能做得到呢 不一定要如此 为什么 刚才说的18届中的6种心事作用 不是就很深也很维系 这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到的 要观察和体悟6种心事作用 对一般人而言确实有点难 但是别忘了人的生命是由18种元素所构成的 除了6种心事以外 还有6种感官作用 和6种被感官感知到的对象 这是不是表示我们也可以从比较容易 被一般人体解到的6种感官作用 和6种被认知的对象下手 去研究和体悟生命的核心问题呢 是的 因为在佛教的生命哲学中 构成人的生命的18种元素 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他们是互相依赖 才能够构成一个人的生命的运作 经典中常用三树芦苇的比喻 来说明这三类18种元素的关系 这个比喻是说 我们要让芦苇能够站好 不会倒 就要把这三树的芦苇互相依靠在一起 当我们拿掉其中任何一树的时候 这个芦苇就会倒掉 无法站立 那就好像18种元素一样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能够产生见闻觉知这一些生命作用 就是因为有感官被感知的对象 以及能够了知辨别的心事作用 他们的合作才能够构成的 如果我们眼睛不好看不见 或者是没有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也或者是我们失神心不在焉 我们可能就会看不清楚 或看不到眼前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要去观察 研究和体悟生命的运作真相的时候 一开始要观察心事作用 也许太维系比较困难 我们就可以从六种感官下手 了解了 谢谢禅止老师您的分享 我简单归纳一下今天所讨论的内容 所谓的开悟 是指对一件事里的了解和醒悟 而佛教中说的开悟 是指研究观察和体悟生命存在 和运作的真实现象 因为构成生命的元素有18种 称为十八戒 也就是眼耳鼻舌声和异六种感官 和六种感官分别感知到的色 声 香 味 触 法 六种对象 以及眼视 耳视 鼻视 舌视 声视和异视 这六种心事作用 所以可以从观察这18种元素的运作关系 去了解生命实相 而六种心事作用又太深细了 因此对一般人而言 从六种感官下手 去观察体悟是比较容易下手的 金光真要得很好 但是有一点要补充的是 对于生命存在和运作的实相 不是只有用思考或一般观察就能够做到的 还要配合我们开发心智的力量和智慧才可以达到 在下一次我们分享的25位开悟者所修的方法中 大家就会更明白今天所说的内容 鉴于时间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在未来一周中 可以试着去体验观察 我们刚才所说的 构成生命的三类18种元素 他们运作的时候互相之间的关系 比如眼睛看到物品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产生喜欢不喜欢或其他的想法 相同的在听到声音 闻到气味 吃到某一种东西 或接触到某一种物品的时候 我们心事的作用又会是怎么样子的呢 当我们能够熟悉这些心事和前12种元素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容易体悟到 开悟者悟到的是什么 而我们自己也会在开悟的路上更上一层楼 太棒了 我们一起来努力 祝大家都能在体悟生命实相上更上一层楼 下周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